神怒的黄崩 不食五公 吸風飲露 可能是人家的令女修先者 禁風玉露一相逢 變性卻人間無數 看到其殺害我家的小滑風 其實沒什麼好感 遠離那情景 又是另一回事平常心 早上再吸食煙榴花分泌的神怒 更做了金魚主角 軟嫩不捨做煙榴花覓食 到時找食者 心無永遠是一種美德 這種風嘴巴可以約食其他小滑風 除了黃風味厚針 大家環繞小心其咬傷 所以大家預見小心就好 它不會主動襲擊人的 小時候被咬總同了一星期 所以有心切同的體會 很難得這麼近距離接觸 存在即戰理 其實它們曆食其他昆蟲 可以消除大量的其他海蟲 在擠在層面 它們有視一蟲 萬物有靈 每人滿脈都有各自的角色 它們有視平衡自然界的力量 在野外還看得到的被大虎頭風攻擊 烏人還是有烏人亡 還有小鳥也會把它們作糧食 自然界其實有自我平衡機制 原來快開的包不吸引 反而是藤包袋放的樹也更吸引 真的有色異常不到 黃蜂有間一年壽命 比小蜜蜂長壽很多 一般是春天繁殖 冬天死亡 春天的時亡多生命的開始 春天的時亡多生命的開始 竹 karena花崎 小蜜蜂長壽 吵